在另外一方面 联合国称叙利亚已经有高达9万3千人死于内战的战火 联合国星期四发布报告说 从去年7月开始 叙利亚每个月就有超过5千人的死亡记录在案 而9万3千人这个截至4月底的数据是最低的死亡人数 实际死亡人数或许会更多 叙利亚2011年3月以和平示威开始的冲突 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三年